上午最新的消息 来关心的是 试运的水上运动项目 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比赛 是进行水上的救生竞赛 那么除了世界七强之外 还有主办国也就是台湾 我们立刻请孙宇玉 带我们掌握目前最新的消息 好了 那么试运会上午九点开始进行的 是水上救生的一个预赛 那么所谓水上救生 是选手在一百 只有五十公尺长的 这个游泳船的一个距离 要来回各一趟 那么去的时候可以穿蛙鞋 回来的时候在对岸 要拉一个假人回来 因此是男女早上午 是男女的一百公尺 穿蛙鞋带假人的一个预赛 那么中华队总共有五个 三男二女要出赛 不过比赛因为参赛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世界的前七强 那么台湾其实因为是参赛的国家 因此其实是在参加 只是要吸取经验 所以今天成绩并不是说 非常的重要性 不过中华队在成绩 都在一分钟以内都达到理想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往同类 好我们看到今天上午所进行的 水上救生竞赛马上就要登场了 我们稍待一会儿立刻给您现场 最新的精彩画面